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每天都有无数的人过来问同样的问题 他先是无奈地回答着 后来嗓门提高了八度 像是在吵架一样 到我后 吓得我连大气都不敢喘 看完饼 我急忙跑下去缴费 缴费口已经排了很长的队 排到我时 我多嘴问了一句 多少钱 那人不说话 我又问了一句 多少钱 那人脸色无光 似乎在回答一个有关生死的问题 他瞪着我 极其不耐烦地想说点什么 又假然而止 我有些不高兴 大喊一句 大哥 到底多少钱 终于他爆发了 说 单子上有 你自己不会看吗 我赶紧看单子 交了钱 走前嘀咕了一句 怎么这么不耐烦 结果一不小心 他听到了 他大喊一句 我不该不耐烦吗 我走在路上 满脑子都是他的那句 我不该不耐烦吗 实在弄不懂 他为什么说自己就该不耐烦 这明明是你的工作 既然你选择的工作 就是机械地做一样的事情 这份工作给你带来的 是体质内的稳定 和安稳的待遇 你就应该承受一些 无聊的枯燥啊 可走着走着 忽然我懂了 的确 他应该不耐烦 毕竟他这么年轻 却过上了每天重复的生活 日子像上了发条 除了循环就是循环 日日夜夜 每天都是这样 这样的生活 能耐烦吗 我想起前些时间放假 我和朋友去高中看老师 我们走到操场 第一个认出的 是我们高中的体育老师 他拿着球 低着头 同学们在操场上驰骋 他却无聊地在边上 玩着锦上的几个球 朋友说 这个几项似曾相识 忽然想到我们高中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 体育课从来不会组织 我们干些什么 只是把球 只是把球发给大家 让大家自由活动 这么多年过去了 学生一批批地更换 但是这些老师的日子 却在一天天 不停地重复着 可是 如果一个老师的幸福感都不强 每天被动重复着 做着一样的事情 自己的生活 都过得贫荡无奇 怎么可能 教好学生呢 走到教学楼 我忽然看到一个老师 在体罚学生 我想起上高中时 隔壁班的一个老师 曾经一巴掌 把一个学生打翻 然后骂了很久 孩子家长来后 老师不停地说 自己是为了教育 才下次狠手 后来我自己当了老师 坚定地认为 一个老师 如果真是为了教育 绝对不会上课打学生 如果一个老师 爆发了怒火 百分之百地 跟他自己的生活有关 我甚至可以大胆地假设 那个老师 每天不变的生活状态 导致对自己 对生活不满意 他崩溃 发怒 最后 施加到学生身上 遇到过很多老师 他们在学校里的生活 一成不变 甚至很多老师的课件 多年都不更改 他们忘了 当日子开始循环时 人 自然也就不再进步 当一个老师都不进步时 工作 自然也就每天平行运转 学生 学生 当然就不会收益了 谁错了 答案很简单 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的日子 那样规则地循环 那天看了一个数据 多数中小型企业的平均寿命 是2.7年 世界500强的平均寿命 是40年 而我们的职业生涯 大概也是40年左右 也就是说 如果你刚毕业就创业 刚好把这个公司 创办成世界500强 到了你退休的那年 差不多 它刚好倒闭 所以人这辈子 一定会换好多不同的职业和单位 世界是变的 唯一不变的 就是变动本身 只有每天进步的人 才能过上稳定的生活 曾经听一个职业规划师说 在这样一个 每天都在不停变动的世界 如果你还不思进取的 在自己的岗位循环着 那不是平淡 必然是平庸 这话说的可能有点重 但是却又不失道理 直到今天 银行柜台的很多重复性工作 已经被支付宝大范围代替 地铁售票员的岗位 也在逐渐减少 随着机器的改善 很多重复性人工工作 都逐渐被机器代替 互联网的出现 让这个世界充满着变化 世界的变化 超出每个人的想象 我见过很多人 都在不停地进步 他们每天都在学习 就是为了更好的 在世界上生存 也有很多人 他们跨界跨得很成功 因为他们必须让自己 无可替代 那些重复的循环的工作 机器总有一天 会全部把它们取代 你是否想过 机器能做的事情 人 完全不用那么痛苦地去做了 你可以不耐烦地 重复着 甚至抱怨着 可那看似很忙的生活 或许只是因为你来于思考 却改变而已 会不会有一天 当你能做的 机器会比你做得更好 并且不抱怨 还不要钱的时候 你是否想过 自己还拥有什么 无法被替代的技能 让自己立足于这个世界上 那天我遇到了一个朋友 是个月嫂 他自豪地跟我说 曾经大家特别不看好 这种工作 现在自己一个月工资 是八千 他继续说 我这个工作 未来不会被机器替代 因为我每天都在进步 都在实践 看书 学习 他笑得很甜 这些年 他赚了一些钱 马上准备出国 进修计算器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 未来发生什么 谁知道呢 他告诉我 永远不要让自己的生活 有规律 无意义的循环 我说 他会不会被爱上的 佛 费 他会不会被爱上的